印度国防参谋长拉瓦特乘坐的军用直升机在南部聚毁 当地传媒报导找到四具遗体和三人送丸 直升机撞到大树起火焚烧 机身断开严重损毁 救援人员舍水灌救 报导指这架军用直升机在住14人 包括拉瓦特,他的幕僚和妻子 原定前往泰米尔纳德邦一个军事学院 中途聚毁,获救的人员伤势严重 松网附近的医院,空军下令撤查事件